呃 呃 你好 那个我问一下咱们公司招人吗 你疯了 这怎么了 我本来开会呢 你是干啥的 我是应聘的 你先在旁边屋待会儿 一会儿再找你 哦 行 谢谢啊 哎呦 都等了这么久了 还要等多久啊 不等啊 等很久了吧 先坐下 您先聊聊 哦 那个 您是管人士的 不是 这家公司是我 哦 这家公司是 那个 老板好 你先坐下 你叫我七七就行 我大不了你几岁 哦 对了 你想应聘什么 呃 我看咱们家招聘的岗位挺多的 我也不知道我适合什么 咱们家有三千 五千 八千 你想要多少 那当然是越多又好了 你结婚了吗 没有 有女朋友了 呃 也没有 哦 那你去人事部说你做八千的工作 那个你好 呃 七七姐说让我过来办入职 让我做八千的工作 但是没告诉我是什么 那你做八千的 啊 有什么问题呢 来来来来 八千的工作可是七七姐的秘书 上一年她辞了十二个秘书 据说每一个可都是哭着走 你小心点 哎呦 我该怎么跟他说呢 嗯 我告诉你啊 老子不干了 什么 你要挽留我 我跟你说别来这套 我对你我根本就 你在干什么 啊 哦 那个七七姐 呃 我想问问你我能不能换份工作 不能 还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了 工作都不要换 还有什么疑问呢 对了 一会你跟我出来一下 我们谈一谈 七七姐 有啥事干嘛不在屋里说呀 外边这么冷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才会跟我说想要转岗 我 没听说什么呀 我的那些前任秘书 都已经调到各个省市做市场监管去了 啊 不是哭着离开的吗 还说什么都没听到 嗯 我确实我听到了一点 有可能是一个月就升职加薪 太激动了吧 升职加薪 那我过段时间会跟他们一样吗 不 你和他们不一样 你不会走 嗯 我不会走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让我升职了 对了 明天跟我出去一趟 我有事跟你说 明天跟我出去一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